別人放假我資本來修一台車床 鑽嗎鑽 鑽 感覺鑽呀 是因為水啊 加了我剛加了 加了 阿姨開跳了 水泵 太過了殘了 嗨 嗨 我突然就是放了幾天沒用啊 我再用就不好使了 一直也沒會過 沒電 這個是水泵的 月一月月月月三 是水泵 這個跳了 這幾顆了 現在是沒電 水泵有開關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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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兒 就水泵有開關 這個開 啊 這樣應該是開我的大關 好 水泵跳了 水泵跳了是水泵有問題嗎 啊 水泵有ın 水泵有 Maggie 水泵有 fat 水泵有 嗎 水泵有 沒ん 我 trophy 現在呢 車子 你看现在就正常了 出水正常 电机运行也正常 我测的电机电压都正常 也不缺项都不缺项 为什么热机会跳呢 热机电器会跳开呢 像这种热机电器 它是在电流过大的时候 或者缺项的时候 它就跳开了 什么原因会导致它电流突然过大呢 所以我得弄清楚 它这个热机电器为什么会跳 什么原因导致的跳 现在开始正常了 会不会过一会儿还会跳呢 是电机有问题吗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夜轮堵转 转不动 导致跳热机电器 我测一下电流 停了好几天了这个 停了好几天了是吧 停了几天一开就这样了 今天一开始就 就是因为停了几天 停了五天 那有可能一开始它转不起来 一开始转不起来 一下它就那个了 憋死了 水泵用钳表掐电流 很正常 它这个就是好几天不开 水泵里边又无垢 或者什么东西 固住了 就是在水泵 炸一启动的瞬间 那个电流比较大 把热机给顶跳了 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小故障都是电路的基本小常识 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办公室的灯 在关灯的情况下 还在闪 你要是能猜出原因 我 我猜你猜不出原因 另外它这个灯在白天的时候 也是闪 也是亮 但是看不出来 还有奇怪的就是 这边的这一流灯没事 它不闪 晚上不闪也不亮 关键是这几路灯 都是这几个开关来控制 它是都是控的火线 那为啥这些灯关掉之后 有的闪 有的不闪呢 先去这个配电箱看一下 灯是从这里接出去的 但是灯是哪一个 这个灯 灯是这个 没问题 我就把这两路都发起来了 只要你这个灵线不断 这个灯 往这个意思是 就这么大开 哦 不是 火线关了会是微亮 对 就在灯那个时候嘛 在那边亮了 聊不出来 断开灯的火线 灯也会微亮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这个真的很奇怪哦 正常关了灯之后 灯闪 要么是零线带电 要么是控零了 火线依然带电 另外在灯闪的 比较严重的时候 它的电脑的鼠标 有的时候就不好使 怀疑是键盘不好 鼠标不好 换了一套新的 还是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 它这是受到了一个 不正常的电压信号的干扰 那这个干扰是从哪来的呢 他们说楼下有设备 在设备工作的时候 它会出现灯闪 就是前面这台冲压机 他们说这台设备 以前电过手 就是因为电手 所以把设备外壳 做了个接地 连在了这个钢构上 钢结构的这个柱子上 那这和那个灯闪有关系吗 像这种情况 如果设备漏电 或者是有感应电 它会对钢构放电 那先看一下它的控制柜 看里面有什么电器 哇 好大一个变频器啊 这边呢 哇 也是一些四伏 控制器 这些都是容易产生 斜波电压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设备干活的时候 在总配电箱这个位置 测量电压 测量0D电压 5V 而且电压是摆动的 那这个不正常的电压 是这个设备产生的吗 那就去断开一下 这个设备的电源 拉掉它的电闸 再去测这个电压 就是在那台设备 完全不通电的情况下 在总柜这个位置 测量0D电压 刚才是5V 现在是0V 现在是正常的 刚才是5V 还在摆 所以可以确定 就是那台设备 造成的异常电压 那就再去看一下 那台设备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工人说 灯闪的时候 他们就找原因 发现这个电缆线 上面有个屏蔽层 那个屏蔽层没接地 但是用手一摸回电手 他们就直接连了个地线 连到钢构上 电缆的屏蔽层 但是连上以后 灯还是闪 它这三根线连的是电机 那是电机漏电吗 那下面就把这三根电机线 从变频器上拆下来 直接用摇表 去摇这三根电机线 与设备外壳 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 按下照表 还行 电机绝缘还可以 不是漏电 然后再用指针表测一下变频器 对地 它这个输出端 这样测的还可以 变频器没问题 你看那变频器输出 有抗干扰的磁环 滤波器 还有电抗器 那有这些东西 它为啥还有一个 就是不规则的一个 电压信号输出呢 它现在的情况是 只要给变频器一通电 电机还没转 你看 设备的零地电压 都升高到八幅左右 就这样一个干扰信号 难道对地放不掉吗 地线这一头连着钢结构 地线上有电流 0.24A 它是有电流 所以说它有电流流过电线 对钢结构放电 你看啊 它的钢构支架连着房顶 连着建筑物 也就是说这个电 它不往地下走 它到处乱窜 往上走 就是像这种情况 有什么好办法吗 能把这个鞋波给抑制住 不要影响到灯 不要影响到电脑 我突然想 如果这个地线的电流 不往钢结构上放 然后单独给它做一个接地 在外面的花园里 往地下做一个接地 看能不能好一些 因为这种现象我也没处理过 我随便找了一个铁柜 把这个铁柜打到土里 看试一下 把一根接地线接到这个钢筋上 然后去那头处理一下 这一头我把地线从钢构上拆下来 现在设备没停机 你看 打火 它对钢构在放电打火 把刚才做这个接地线 直接给它接上 这个接触的瞬间 也有一个很轻微的打火 这个电流很小 如果电流大了 不敢这样 现在看一下电流 0.21安 它现在这个电 是对外面花园里 那个铁柜放电 对地放电 又走了一个接地针 把它抹一抹 打到地下 一般正规的接地 都要打在地下一两米深 而这种只是简单的接地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给变频器单独做接地 这个变频器的干扰电压 是不是影响就小一些 这个电流比刚才小了一些 0.21安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线头碰这个钢构 这个电流就稍微大了一些 也就是说 这个钢构的接地 要比我做这个接地要好 这个时候可以去主配电箱 测一下零地电压是多少 刚才测的是5V的电压 看现在 3V多 4V 不到4V 3.5V 但是这个电压随着 随着机器的工作 它的变化 我在想 这个电压是不是对它上面的灯 或者电脑影响就小了呢 难道是这两边的灯都不一样吗 还真不一样 它两边的灯不一样 上面这些微亮的灯 给它换上这种灯 它就不微亮了 这个边不是金属的 它上面这些灯 这个边是金属的 和龙骨 是通的 它龙骨就带电 和灯的外壳 和零线之间 形成一个电压差 灯就微亮 你看啊 我把那个塑料框的灯 换上以后 和旁边这个灯一比 一个微亮 一个不亮 那个在微微亮 其他的这些金属外壳 都在微微亮 也就是说 这个灯微亮的原因 找到了 但是 背后的根本原因 解决不了 这个配电箱的 灵地电压是多少 看一下这种电压 用数字表来测 就是简单的数字表 测灵地电压 0.7V 这是正常的 0.7V 正常灵地电压 0.7V很好 看一下指针表 测出了是3V 灵地电压是3V 总配电箱是3.5V 上来以后是3V 但是这个电压 还有轻微的波动 它的设备在动 所以便秘器干扰 这方面的问题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怎么来减小这种干扰 这个我不太专业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